国民党受罚 罗志强宣布,四阶段选2020总统 图翻设字眼书 九合一选举才刚结束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以4391票拿下大安 文山区市议员,成为台北市议员最高票者 而罗志强今26日在脸书宣布将以四阶段参选总统 投下震撼弹 罗志强在脸书发文 表明以四阶段参选2020年总统 包括六都感恩接奖在思考 立判30万LINEAPP粉丝 寻找国民党最强榜 赢回中华民国总统 投下震撼弹 更将在今日早上10点直播记者会 发表声明 同时,罗志强也说 次次选举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 仿佛2020迎回中央执政指日可待 但他不这么认为 我仍要不客气地泼盆冷水 很抱歉 我们不该自傲 把这一场选战当成国民党的胜利 而是警惕,这其实是民进党的超级失败 罗志强表示这次人民是考验民进党才投国民党 若国民党沾沾自喜 如此惨败很快就会回到国民党头上 令我忧心的是,大胜的国民党 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旧国民党的巨影 又再次站了起来 一个旧的国民党,真的能赢民进党吗? 就算这样的国民党赢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能够扛起台湾未来 为了人民 罗志强决定参选总统 要当打破政治像刚 拆穿国王新衣的小孩 未来将发表一系列论述与想法 我的参选 执着的不是个人的胜负 而是国民党的改造 台湾的未来 罗志强四阶段参选总统 第一阶段六都感恩接奖 再思考 我将以三天时间 进行六都感恩接头演讲 谢谢全台湾各地朋友 对罗志强的支持 也利用这三天时间 广听意见 再做思考 11月29日会宣布 是否进入参选总统的第二阶段 只要清稿以上接奖点 加入罗志强LineAds 就送一本罗志强著 马英九的15个小故事 每场限量50本 第二阶段力判30万LineAds 在国民党总统初选领表截之前 立判罗志强官方LineAds 冲破30万粉丝 目前约2000 建立话语全新平台 罗志强LineAds HTTPS Line VRTP 40% 这是一个超高目标 但现在是网络时代 LineAds更是Facebook外极重要的话语平台 这也是罗志强给自己和支持罗志强的朋友们一个努力目标 另外 这是罗志强一个人的初选 我欢迎朋友们来帮我加油打气 但不会找任何政治大咖来帮我站台 因为 他们都有选边的压力 我不会去制造他们的麻烦 第三阶段 寻找国民党最强棒 投入国民党初选 寻找国民党的胜选最强棒 若最强棒是自己就当强不让 若是别的优秀同志就强力相挺 第四阶段 赢回中华民国总统 投入总统大选 为国民党赢回执政权 把台湾失去的经济前路 正到公里找回来 把两岸失去的和平找回来 最后 这个决定 早在三个月前 我就已经下了 对我来说 不管2018年县市长选举 罗志强是当选还是落选 是第一高票还是第一低票 不管国民党是大胜还是大败 我都决定要做 因为那就是我想做的事 作词 李宗盛 文党是大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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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